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25日以设伊朗无人机和军用飞机开发为由 将中国10个实体和一名自然人添加到出口管制名单 中国商务部26日回应 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中国商务部26日发布新闻稿 以达记者问方式回应说 中方注意到 美方以所谓设伊朗无人机和军用飞机开发为由 将部分中国企业和个人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中国商务部批评 美方滥用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的做法 破坏国际贸易秩序和规则 阻碍国际间正常的经贸往来 损害中国企业和个人的合法权益 美方应立即停止对中国企业和个人的无理打压 中国商务部强调 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 坚决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当地时间25日 在联合联邦公报 美国政府公报 刊登了一分定于27日发布的行政措施 你将28个实体添加到实体清单 即出口管制名单 其中 有10个实体和一名自然人 来自中国 来自俄罗斯和巴基斯坦的 分别有5个 来自芬兰的有3个 来自阿曼的有2个 来自德国和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 各有一个 据财联社书里 中国中国企业 包括中国科学院 国家天文台 南京天文光学技术研究所 杭州富阳科拓机械有限公司 和桂林 阿尔法像素科技有限公司等 此外 美国商务部从实体清单中 移除了浙江完美新材料 和科技有限公司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